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那我先吧 这次 你都可以自由的 我最自豪的事情是我参与到一起 女大学生失踪案 我在逆袭案件当中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物质 一个带有DNA口的水平 提出一个人的指纹 我最骄傲的是我18岁考完高考以后 我就自己在外面做兼职各方面 我就实现了经济独立 独立了 从高考过后 我从来到现在 我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 甚至我会给家里转钱 那你靠什么活呢 有卖过球鞋 赚了第一桶金 然后后面自己是自己理财 买股票基金 然后一直到现在 哪一年买股票 18年底就是我刚高考完 什么成绩了 帆帆 具体金额不说 我的收益率到了110% 我现在找我的这个股票 亏到哪里需要找人 你有没有 有 我觉得就最自豪的是 可能就是 是一个平凡又快乐的人吧 可以做自己选择的人 就像之前说的 就因为自己想选择法医 就坚持自己选择法医的 然后通过这一年 这些经历的案件 我觉得这个坚持是有意义的 我会五年前的自己感到自豪 你要不坚持就到不了这来 对 好 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让我自豪的事情 是我在医学院学生会工作的期间 策划了一场关于吴雨良师的纪念活动 这个免害活动是一个 就是我们会请到大体老师的一些家属 然后过来就是讲他们一些生前的一些事件 然后就是做一个缅怀的一个活动 因为是他们就是教会我们 就是去学习人体的这些结构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非常伟大 对我们就是医学这个事业 其实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的 这里就是一位 好勇敢 他的父亲也是把医学已经捐了 你捐给我们学校 我现在有时候终于觉得我可以和我爹妈在一起了 希望给到我们的后一代 学医的多点时间的机会 多点动手的机会 我现在有时候终于觉得我可以和我爹妈在一起了 好 言归正传要紧张起来了 还是有要淘汰的 该下刀子的还是要下刀子 那么我现在有15个问题 是从这个现场里面提出来的信息 我就把每个信息的这个问 问一个问题出来 你们就抢答 每个人的这个每题的只有一次抢答的机会 你答对了呢 我们周老师就会记一分 明白了吧 明白 那我就一提一提就来 你们刚才看了交通事故 那么交通事故一般有垃圾种损伤形式 有你先打 交通事故的话要分行人还是驾驶员 然后如果是行人的话有撞击伤 摔跌伤 拖擦伤 碾压伤 伸展伤 伸展伤 对 然后如果是驾驶员的话 它一般可能会有一个 因为就是刹车可能会有个挥边样的损伤 刹车比较快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安全带的一个损伤 然后方向盘因为如果一个猛烈的撞击 也可能会撞击到胸腹部这个位置 然后造成一个方向盘损伤 对 说完了吗 现在就想到这些 损伤 是分 巴达类众众吧 可能就补一个挤压和砸压吧 还有烧伤和爆炸伤吧 好 摩托车的这个交通商 骑摩托车的人 这个车手 他这个身上有什么特点 又是他先举的手 就是我觉得摩托车骑手的话 一个就是头部 如果他没有戴头盔的话 可能就是头部会有一个 就是比较重的一个磋伤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手 因为会习惯性地撑地 然后造成就是骨头的一个骨折 或者是冲击的一个伤 然后再一个就是 全身会有一个多处的一个磋伤 颜面部的 然后膝盖 然后可能手的一些关节 突出来的地方 可能会比较明显 摩托车损伤中 一般以滑伤侧伤呈为重 就是损伤侧众一般是 呈线条状 而且内部外伤 外伤不明显 内伤要重一点 在胸骨这个部分 我补充一个就是 大腿霜内侧与摩托车 坐垫的擦伤算吗 这是专门有个名词 奇跨性的 对 奇跨性 对 奇跨性损伤 好 接着往下面坐 头部的这个损伤形成机制 我认为是撞击伤 然后它的形成机制 主要是由于车祸撞击 撞击旁边的防护栏形成的 哪个部位 鲁顶 好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还有 面部的话可能 感觉像是被打了 感觉还是有发生过 很紧张 很忐忑 想举手 但是本来我 能够回答出来的问题就有限 然后他们的反应也十分迅速 好啊 好啊 接下来是 就是本力这个死者 它的死表上面的损伤 有垃圾种 你们去说那么多伤吗 好 这个先 它左锁骨这里有一个 长五厘米的一个成就性的斑痕 右脚前的话也是有一个 皮下的一个淤血 左腿的膝关节内窝处 有一层二乘三厘米左右的皮筋 左侧面部额骨处 有一个生前创伤 大概三乘0.2厘米 交通事故现场参查 需要注意哪些区域 除了观察仪器 还要观察周围的 汽车散落的物件 还要观察车祸现场 车的摔倒方向 除了监控以外 还可以有什么手段 撞击碎片 可能就是出去的一个方向 判断就是它当时 大概行车的一个速度 通过车辆的检测模型 然后对它进行数据还原 它后面的那个支撑的那个 外侧有一个 1厘米乘0.3厘米的 处理重 就是后面1厘米的感觉就像是 对的 习惯年龄我属有一层 蔡长生同学 他非常聪明 从这所有的实习生中 你可以看到 他是知识储备 是非常深厚的 江某木他不是法医专业的 但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 能够快速的把法医学的 基本之处都掌握了 非常非常感到 所以他像一个学霸性的 当时回答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紧张的 就我可能要想一下 我都会怎么说 我就想尽量说的全面一点 我还在整理一下 我的言辞的时候 他们决定举手回答了 有垃圾这种损伤形式 摩托车的这个交通伤 有什么特点 又是他先举了手 好 接下来是 这个摩托车上 有没有痕迹 什么造成的 他摩托车他右侧的车灯是缺湿的 应该是他摩托车的右侧 然后被那个车辆撞击形成的 好 这个实际上有没有伤 是脸压性的 走吧 他的右大腿内侧有一处损伤 方向应该是从 右下 指上左上 杨吉波这个人 有时候可能思维慢一点 其实他都看过很多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拿到思考时间比较长一点 所以他是一个 在发掘的一个对象 好 现场需要提取的关键物证 提取的关键物证 首先先从尸体开始 指纹 口腔唾液 然后血液 DNA物证剪裁 前一车辆的女主材质 还有摩托车车上的女主材质 作为一个对比 有补充的吗 死者的衣物 摩托车碎片的收集 现场是否有造势车辆碎片的收集 然后还有刹车音的检测 发生车祸的时候 现场是否有刹车自动行为 有 有 有 哪一个 我看着它 它 它 还是它去的 有自动行为 自动距离大概是一百五十五厘米 现在你们认为这是两道分是一个车子的 还是这个都是摩托车的 不是摩托车 不属于摩托车 好 最后一题 你们推断一下 左大腿 室伤的行程机制 我觉得可能是骑摩托车 摘出去之后 左大腿前侧接触地面 造成了皮下处理反而也是磋伤 然后在它上面其实也有裂口的地方 感觉也是有个擦磋伤 你们这一轮考核的 我们问题就问到这 那么现在的分数呢 是四个人呢 有最高的是 姜萌 第二呢是蔡长生 第三名呢 你要紧过 高座你是第四 好 那么现在是这个分数已经出来了 我们呢把一个我们能够在现场得到的信息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你们都没找着 是车里面的一个摆件 是车里面的一个摆件 它在这草丛里面看起来 看起来像那个花痰的花蚊这样 哦天啊 这个你们找到 你們可以再進去看 你們想看東西去